罗佳良 罗仲谦 廖碧儿出席电视剧《无间道》的宣传 罗佳良赞廖碧儿是个好对手 演技进步了不少 而且他们还有一场车阵戏 小战 对 因为这场戏 刚才我也说这场戏 是非常震撼的一场戏 就本来是挺好的借吻什么的 可是最后的结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非常没想到这个结果 所以是剧本很好 这次合作的后辈那么多 有没有常常被讨教演技呀 没有啊 没有啊 他们都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拍戏是一个合作 就算我有一些问题 或者有一些 我觉得是凭自己的角色的感觉 去在现场去感受 如果有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就会是有问题的 听说月底TVB的颁奖里 佳良哥会缺席耶 难道是因为之前被临时取消邀请出席台庆的事 所以不想去吗 之前的事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大家看到明报周刊写的都是都是我说的 我觉得过去了 没关系的 以后我们也会继续合作的 没有 其实我跟他关系一直都很好 到现在都很好 只是比如说台庆的时候 有记者问我回不回来 我是周年台庆 那我就把情况告诉他而已吧 罗仲谦这次在剧里演的是黑警角色 算是继承了以前刘德华的角色哦 其实跟华哥的这个角色是不同的 不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延续下去 是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演黑警 但是我跟他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IP的记者 因为很小的时候很喜欢看无间大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希望广东的版本出现会有更大的反应 最近都在内地拍剧的仲谦 有没有想念太太杨怡啊 她在我心中没有离开过 她说想要专心造人业 你都不陪她这样怎么办 专心做人是她的人生还是孩子 我觉得我跟她其实很有默契的 我们孩子的事情我觉得是很随缘吧 因为我觉得孩子不是只是女生的问题 我们男生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经常不在香港 怎么可能有孩子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不想我太太太有压力 我觉得最重要是她本人心态 我爱的是她 对不对 哎呀最后怎么一片空白 什么都看不到啊 香港报道